她曾经是梅兰芳的妻子为了爱情 放弃唱戏 但她的付出却没换来幸福 离婚后在她最艰难的日子里 爱慕她多年的杜月笙 对她关怀辈志 努力她重登舞台 1950年在长达20多年的陪伴后 二人在香港结婚 遇上梅兰芳 孟小冬放弃了事业 失去自我 遇到杜月笙后 她重新唱戏成了京剧界的东华 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